里面有东西你要写到八九分满 像它差不多是七十五分满 七十五分满没关系 因为它的笔画很少 但你的线条不能太细 听懂 好 这一笔 我们也讲的话帮我接完 这笔怎样 往外 还有加剃 你不剃没关系 往外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一笔跟着铁血的时候 它不长 同学看影片 尽量就是 你要注意看我的运笔 有时候运笔真的不太容易发现 但你把它放慢 多看几次 哎呀 我也不晓得我经得起这种检验 但是 我既然已经要叫你录了 我就平衙摸你就认了 好 回去看一下 看看老师的运笔放慢一点 或者是把它格子定住 然后用最慢的速度回头看一下 然后用最慢的速度回头看一下 有多厚 对不对 事实上你看一下它的黑帖 我从这边看过去里面就一串白白的 对吧 好 顾 顾我那个示范铁上 你可以稍微把它往左边移一下 也就是让我中间这一树对到红线上 这样的话你的右手边那个腹呢 你才不会跑到 没有跑到盒子外 好 往左边 对 往左边一点点 对 对 对 直接 好 其实这一笔 我现在要写的这一笔 应该是在交叉点的旁边 二分之一以内就好了 但你看喔 它对到二分之一以外 看到没 但我建议你还是对到二分之一以内 不然就是最多二分之一 你写的时候 第一笔 第一笔的旗笔 会有个呼吸那个时间点 它是指的 不要马上贴了就向左 这样你这个腹才会站着 要不然这个腹就倒了 这都是小小的一些 写字的经验 这个私藏心得 这个乙一直都是扁形的 只是它的扁比欧体要上下高一点点 但是无论怎么高还是属于扁 另外它的左边也是有点不一样 也就是左边这三个笔画 它写的十分的靠近 很夹角 这边你要起笔也可以 不起笔也没关系 但注意要贴好的才上 让它有角 如果你没有贴好的就上的话 你那会变成一个不太精神的线条 完了以后 过来点回贴 好 先直一下才向左 好贴 这个依然是比左边 会多一点点下来 一点点 这样它才会正